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前晚我們曾經報導過 說大陸的稅務部門 打算向香港那群港票群組埋手 凡是未拿到香港永久性居留權的大陸公民 他在香港工作 不但要向香港的稅務局報稅、繳稅 而且同時之間 亦都要向大陸的稅務部門報稅、納稅 當然那群港票馬上好像牙痛一樣 因為大陸的個人所得稅的稅率 比起香港的標準稅率更為之高 而且一般來得香港打工的港票人士 他們的薪金都是相當優厚的 好了 現在不但要向港票群組埋手 根據彭博的報道 他們說有知情人士跟他們說 中國已經開始要求部分海外中國公民 繳納所得稅 對於至今為止 無需對海外收入繳稅的海外中國公民而言 實屬意外 知情人士說 在香港運營的國企 近來已經通知那群港票員工 要向大陸的稅務部門 申報2019年的收入 即是很快便要向大陸交稅 不但在香港 原來大陸的國企 亦都向在新加坡等地工作的大陸員工 通知了這件事 即是說 這個行動似乎是全球性的 就算不是全球性 起碼來說 至少在香港和新加坡工作的大陸員工 就要交回大陸的稅款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稅率實情 就是全世界都說 數一數二那麼低 就算標準稅率都是15% 但是大陸的類進稅 個人所得稅 最高是可以去到45% 故此 就算按照大陸最新的稅務安排 那群港票員工 可以扣減 向香港稅務局已經繳納了那份新諷稅 也好 其實也是不夠 還要在自己的荷包 掏錢出來嘔吐 所以整班傅員在網上 嘔吐 現在不僅是港票 而且在海外其他地方工作的大陸員工 都是一體軍殲 可以感受到偉大祖國那種外護 彭博的報導說 由於中國今年剛剛才披露了繳稅的詳細規定 令很多海外的中國公民 都毫無準備 由於稅務安排發生了重大改變 有些海外的中國公民的稅務負擔 可能從此會顯著增加 根據官方媒體較早前的報導 總計大約有6千萬的中國公民 是僑居海外的 而根據南華早報較早前的報導 大約有8萬至15萬的中國公民 在香港工作 即是所謂的港票群組 我相信大概差不多 因為根據QQ港票圈群組 他們自己宣稱有35萬人在香港 但我覺得這個數字 一例有多少水分 二例有部分人住滿七年 可能已經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故此仍然沒有永居權那班 大概8至15萬就差不多 但是有個數字也相當厲害 就是彭博引述說有6千萬的中國公民 是僑居國外 到底這6千萬人 是否已經入籍了當地的 都計算還是怎樣 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這個報導裡沒有提及到 但我們姑且用這個數字來計算一下 如果6千萬的中國公民 要補交稅款 每人不要多 比如說2萬元才算 這是沒有吹牛的 2萬元是 因為一來大陸的個人所得稅 去到最高的雷進階梯 就是45% 這個是很高的 第二 就是根據彭博的報導 說納稅的範圍不僅限於薪資 不只是打工子女出糧 那份錢要報稅 而且是說企業的分紅 和地產銷售所得 都要納稅 這部分才是預金 就是說 你炒賣的房地產 賺了錢 都要把賺了錢的那筆帳 是要拿去報稅 所以那裡說的是 很多錢 我認為每個人兩筆東西 其實都是保守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姑且計算一下 六千萬中國公民 如果乘回每人兩萬元 那裡是說多少錢 那裡是說 一萬二千億人民幣 這就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 而且是分分鐘計算少了 1.2萬億人民幣 這個數字 對於舒緩國內某些地方 政府財政壓力來說 就是一波及時雨 可以說是 一萬二千億 不要說是地方政府 就算事實上 依法報稅納稅 都是一個中國公民的應有責任 不過 之前一直沒有這個安排 但是現在公佈了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如實上報 可能有些人就會質疑 他不報就不知道 他就要冒著一個相當大的風險 若然是門報漏報 而被中國的稅務部門 後來是發現得到的時候 會不會引致到一些非常嚴重的效果呢 尤其是中國公民 出到外國 基本上大陸的情報部門 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所說 就不是吃素 不是吃素的 其實大陸的情報部門 對於哪些中國公民 去了世界上哪一得 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如果那些人去打算隱瞞收入 門報漏報 分分鐘會出很大件事 所以我也勸他們 如實報告比較好 而且 現在就說要報回2019年的收入 但是往事那些會不會有追溯期 那就真的不知道 必要時可能又會追溯也不定 因為暫時還沒有這個安排 我相信也未必會有 因為如果這個稅務安排落實了以後 其實就是會為中國的財政 帶來一個額外的穩定收入 而且是一條很大的水喉 真是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又有如黃河氾濫 一發不可收拾 哇 因為每年說 六千萬的海外中國公民 當然這個數字有沒有水份 我就不知道 是彭博的報導 就算你打一個折扣 一半呢 三千萬呢 那裡也有很多人 而且我計算每人兩萬元稅款 已經很保守了 你想想那些人去外國 那時候又炒房地產 又做生意 又這樣那樣 而且中國的公民 周圍都有足跡 對不對 非洲也有 南美洲也有 所以這一波 真是 雖遠就必追 那些稅款 至於是否割韭菜 我就覺得是可以相確的 又不可以說割韭菜 因為 既然法例規定是這樣的時候 那就要無奈接受 因為這些傢伙 平時都說到 聲稱自己是很愛國的 那時候人家的稅務部門要執法 他們也只能夠積極地去配合 但是彭博就說 這個稅務安排 可能會迫使到 很多企業承擔大部分額外稅款的負擔 否則會面臨著 中國的僑民大量流失 我覺得可能都是臨時措施 你說企業要幫中國公民的員工 來代繳稅 可能一鋪半鋪 他都會肯的 但是長遠來說 如果請一個中國公民 你所繳納的稅款 要由企業幫你代交 那就不得你死了 所以到最後 肯定都會轉嫁回到那個人身上 因為沒有理由幫你繳稅 那你受不了 你就回到大陸住 或者不要做 那些企業老闆 可能寧願再請另外一批 不需要雙重繳稅的人 去打工 好 接著再講講 關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今天說明 說中方將會採取對等措施 來反制美國制裁 那四名涉疆的中國官員 昨天美國財政部宣布了 要制裁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 新疆前政法委書記朱凱倫 新疆公安廳廳長王明山 新疆前公安廳黨委書記霍劉均 以及新疆公安廳 美國指控他們嚴重侵犯新疆維吾爾族的人權 今天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美方的行徑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嚴重損害中美關係 中方對此予以強烈反對 以及強烈譴責 趙立堅就說 他們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錯誤的決定 停止任何干涉中國內政 損害中方利益的言行 如果美方執意妄為的話 中方必將堅決回擊 當有記者追問到他 究竟如何制裁美方 那些措施的細節是怎樣的呢 趙立堅就說 很快你就會知道 如果說對等措施 其實現在美國對於那四名中共幹部 就是凍結了他們在美國的財產 以及就是禁止這群人的入境 以及有三人的直系親屬 都是不能夠入境美國 就是做了這些措施 如果說中方會採取對等措施 可能就是說 對於那些所謂在涉疆問題上 表現惡劣的美國官員 就禁止他們入境中國 或者是凍結那群美國官員在中國的資產 就是這樣吧 不過進一步真正的措施是怎樣的呢 就要等中國的宣佈 那大家如果是喜歡我這個節目的話 記得就要訂閱我的頻道 才行 因為昨天我們呼籲了之後 忽然間就有五六百位益友 是新訂閱了 可能真的要 間中就要呼籲一下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